大家好 我是月爽 编辑总监学良 百年龄这几年在自制机器上面的表现是相当的卓越 从2009年第一款BR01自制机器开始 到现在今年最新款是BR20 已经有推出很多款不同的自制机器 每一个自制机器它都有不同的功能诉求 但是如果你是百年龄套奖者 你应该会去追踪这个机器的型号 你会发现说 0102 为什么03不见 因为这个03这个型号 它是属于一个高复杂的一个功能 所以研发了蛮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今年经过所有的测试都完全没有问题了 今年才正式推出 这个机芯是什么功能呢 在正式介绍这个功能之前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一支表它是Navi Timer系列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经典的三眼计时代日期 在最外围的部分 有这个百年龄经典的这个所谓的飞行滑齿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旋转这个表外圈来计算 比如说里程数或者是像你的飞机的时数 甚至于说如果你在不同地区的这个汇率的换算 它都可以用这个飞行滑齿来计算 但是呢好那讲到重点 BR03这个机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这个追征计时码表 所以这支表正确的名称叫Navi Timer Hachapon Hachapon其实是法文的这个追征的意思 那追征是什么呢 追征它是一个计时码表的一种复杂功能 它可以呢同时计算多组 不同这个竞赛的这个速度 譬如说两三个人在赛跑 那你同时呢记录三组呢 怎么记呢 我们开操作一下就知道 首先呢左上角这是启动停止 右下角这是归零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中间这个龙头的部分呢 它有多了一个按钮 这个其实就是特别针对追征的设计的 好那假设呢我们现在有三个人要赛跑 一开始这个枪声启动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指针开始运作了 好那如果你要让它停止的话呢 稍微按一下它会停止 再按它继续启动 到目前为止这个都跟一般计时码表是一样的 但是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中间这个是追征按钮 如果你第一个人呢 它已经到达了终点 好那你把它按下去 但是第二个人还没到继续跑 怎么办呢 你就按中间这个按钮 你会看到这个针呢就插开分成两个针 橘色的针呢 它还记录第二个人继续跑 可是第一个人它已经到终点 你就可以把那个它的速度记录下来 好这是追征最厉害的地方 那再来呢 如果有第三个人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再按一下 这一根针立刻会追上去 好就可以再继续记录 那如果第二个人停下来你再按一下 好你现在就可以记录第二组 这个到达终点的时间 好那最后当然第三组 你就可以看它什么时候停下来 就把它按停止 好你可以看到那个 矩针的部分就停下来 这是第三个人的速度 的这个赛跑的时间 好那最后呢 停止之后呢 你再按这个归零 它就会这个跳回原点 好这个在使用上是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在制作难度上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是就是BR03的这个双追征 即时马表的这个功能 好那一般像这样追征即时马表的功能 它其实价位都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只有少数这个最高端的品牌 才可以做得到 那但是这个百年 经过这几年研发之后呢 首次推出了这一款 这个追征即时马表 它的价位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眼前这一只是不锈钢材质的 那另外旁边这边还有一只呢 它是玫瑰金材质的 那它的玫瑰金会稍微高价一点点 好公布一下答案 这个不锈钢的版本呢 它价位大概台币在40万3900 那以这样追征的功能来讲呢 这个定价 我相信这个内行的这个表友呢 一定会觉得 这真的是超值再超值 那玫瑰金的版本呢 大概是在105万左右 那也是一个相当超值之选 所以这是今年这个百年龄 所推出的内密泰摩 Hachapon 双追征即时马表 好推荐给大家